你怎么回事 刚登门就说要买婚房 不跟我结婚了 为什么 你们要跟别人吗 安倍 嫂子脚怎么坏了 要不要我叫队一啊 不用 跟我闹平信呢 不用了 对了 你跟程妍说一下 今天我去见丈母娘 开会的话 晚上等我不待吧 在海上陈教练和王教练 还有玲玲 好 你可不想 去哪儿 你是不是喜欢攒这个呀 我看你在国外的公寓里 也有一罐 这就是那一罐 我以前喜欢 自己开始的时候 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呀 打亮许愿 嗯 差不多那个意思 好多呀 这个我见过 这个我见过 说吧 许个愿想要什么 好吗 我满足你 说吧 想要 想要进去顺利 放心吧 今天我会保护好你的 那个是我家 我的地方 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父母可以认可我 好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得看点时间 都去晚了 我知道 见父母 我可不敢耽误 你 你出汗了 你 你出汗了 今天太热了 你给我 你给我 我帮你呗 你给我 你给我 我帮你呗 好了 要实在不行 扛起你就帮我 走 走 走 最后一句 等一会儿 不管我妈说什么 都不代表我 反正 你 我这辈子 是任定了 什么 没有东西啊 这 这不是我 我 赫尔公寓的钥匙 这是你的钥匙穿 有影响吗 有啊 你不会是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住 你把他买下来了 当时买得太着急了 全款不够 就贷款买的 不过等今天年底 差不多 也就还清了 不是 不是你买他干吗呀 你又不过去住 这不是浪费钱吗 你回国那天 拉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 特别舍不得地回了洗衣房看一眼 还拍了照 记得吗 是 结果照片拍糊了 你还让我回去再给你拍一次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 等毕丽叶发展好了 攒下的第一笔钱 就是要把那个工艺买下来 最好是同一间 要是不行的话 也要在童云洞的楼里买一件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 所有人礼物哪有提前说的呀 等我们下次回去 做一个手续 这间房子是你的了 这间房子是你的了 你什么时候买的 在 打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就开始攒钱了 你 你这个大傻子 你应该跟我讲的 你 这样就不用贷款了 我有比赛的奖金 我们可以一起买呀 那还像什么话呀 那怎么不像话 这个人可真能造钱 哪有你这样的 要买房子肯定先在这儿买 谁会买一个不常住的嘛 这里的 你是说 婚房吗 不是 什么呀 谁说让你买婚房了 不是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刚登门就说要买婚房 那 不是我买的话 也不可能让你买啊 那都不合适啊 我 我 我没有在跟你讨论婚房的 不是 我没有在跟你讨论结婚的事情 谁说要跟你结婚了 不跟我结婚了 为什么 因为要跟别人吗 不是你这 不是你这 回来 我刚刚 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啊 好 好 我说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啊 啊 我知道 林依阳 谢谢你 和我 不用说谢 来点石器的 我 和我 你和我 有什么 我们的信心 没有办法 所以 找个方法 找到我们的爱 只想带你回去啊 不想帮你上去 不想帮你上去 嗯 快了 等比赛结束 就可以天天讲